公公噴泉不斷涌出及起白色水花 全清湖終於有水了 但這些水可不是田蔣甘霖 全都是早井瓜水的地下水 因為現在很少下雨 然後我們要省水 如果萬一有一天都沒有水的話 都可以用我們省下來的水 把那些冷水撞在桶子裡面 然後或者是稀米的水 撞在桶子裡面 然後一起去澆花 無論金水混著泥漿噴發出來 就在全清湖出現 這畫面真的讓人好感動 水利局原定開鑿60口深井 後來再加碼總共62口井 水量溢住到陳清湖 再看看上個月的陳清湖 乾成一片沙桌 不到一個月變成餅乾地 注入水源湧出噴泉 早井後光是一天 就能注入9000噸的水 基本上他抽的都是一個 地下的一個深水井 在整個早井工程完成之後 水質OK了 他就直接抽菊 水利局在高平溪 及其他地方花了8斤 一共鑿了三口井 26號晚上開始供水 預計在4月底一天 可以提供1萬噸的水 5月底前也有望來到3萬噸 即使水晴到6月底 還能維持成燈 解土地的殼也解除限水危機 記者鄭明馬家瑜 高雄報導 辣椅子